第16题 小枫想要利用一个游戏 问出两位朋友的年龄 他说 把你的年龄先减5 再平方 最后加25 所出现的数字将会是你的幸运数字 阿珠说我是89 阿花说我是146 如果阿珠的年龄是A 阿花的年龄是B 则A加B的值 会落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A 这个阿珠的年龄 他说呢 题目呢先把这个年龄呢 减5 减5完了之后再平方 最后加25 阿珠说他等于89 89减掉25 所以呢得到 89减25呢等于64 多少的平方是64呢 8864 所以A减5等于 正负8 但是负的不合 因为年龄没有负的 所以他等于8 也就是A等于13 阿珠13岁 那阿花几岁呢 阿花现在的年龄呢是B 先减5 再平方 最后再加25 阿花的年龄说 他这个减5之后再平方加25 算出来的幸运数字 阿花说他是146 那把25把它减掉 B减5的平方 146减25 等于121 所以呢B减5呢就等于 正负11 但是负的不合 所以呢B减5等于11 那这时候B就等于16 也就是说阿花是16岁 阿珠13岁 那A加B呢 就等于13加16 就等于29岁 29岁落在哪一个范围呢 就是D这个选项 答案选D